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旗鼓站 我是黄培硕 大盘持续谈了三天 谈了三天 这地方1015直接杀下来 我说现在还是一个 大BP的一个震荡结构 一个震荡结构 当然它那个大BP在走 之前 譬如说从这个地方开始 进入一个大BP加 10148好 下来9626 它就往下走 一个方向走 现在往上走 那往上走走走走到 我说它形态完整 就有机会又又往下走 那整体它应该还是 在一个震荡结构里面 我们看美股 美股的那个架构很清晰 它就在一个震荡结构里面 台股大概应该也是这种架构 只是说那个买卖点 尤其是齐全的一个部分 那个买卖点拿捏相当重要 那当然你现阶段 头部你在操作的过程 点位 头部那个点位如果选的 不是那么好 其实那空间是不大的 像之前我们一直在那边选 这个9600这个地方 9588这个地方 这附近要在买多 其实那个是有空间的 现在来到将近9900 9872那等于是就有将近300点 那现在如果说好 它才能谈到一个相对的 那个整个结构走完整 如果这个地方它又往下走 其实空点如果把它抓好 其实那个下应该幅度也蛮大的 幅度也蛮大 它就在而且而且这种架构 比如说这边A三段 大一波小ABC一个大一波 这个B这种结构 比如说这边可能它三段式的 然后再有一个三段式 这边来来会会增浪 所以那个买卖点的拿捏 如果再卡在中间的 其实利润就第一个不高 第二个它现在走到中间来 到底又要往上还往先往下走 就比较难拿捏 那如果走到一个区间的上缘 或是一个区间的下缘 那操作会变得会就相对会比较简单 因为那个方向性是算还算清晰 B波的操作大概这样 那我跟你强调就是 你要一段一段的来看 一段一段的来看 好 12月26号这个大盘9613 我说这B这C转西波 这一段我们掌握的很好 23号就开始掌握 B这C结束在9613 然后往上走 所以那时候买多买多 这个都赚很多 像我们在赚 现在一下获利平常是350点 很多人每天在那边坐坐坐 在那边赚个5点10点 在那边搞搞搞搞 然后一赔又赔个3 50点 然后又赔赔 然后又赚个5点10点 你赚个10点 你要赚5次才50点 赔一次就50点了 你要把它相反 你停损拉到50点也无所谓 你停损拉到50点 比如说不要那种2 30点 一看那有时候震荡一下 你就又下到了 盘本来就会震荡 那你在操作 稍微震荡一下 明明你方向就对 你震荡一下你又觉得不对 再震荡一下又觉得对 再震荡一下又觉得不对 那停损都很短 就怕 你操作的过程 绝对不要怕 绝对不要怕 你怕了你就先输一半了 他说你如果害怕操作 你就先输一半了 停损设好你就放手一波 那你就停损架到 你就认赔 否则你就不要 就把它看稍微赚多一点点 这样你长期才会是赢家 停损到了 你也不要再犹豫不决 好像有没有机会 假突破假跌破 不要这样子想 他说不要这样子想 你就一切按照几率做 他说你一切按照几率做 不然买钱做就怕怕要死 那就不贪钱 一定不贪钱的 点会来了就执行 执行了你就做 那当然这都要有规划 不是那边他有做做做 每天那边做做做 然后稍微震荡一下 不先走好 不先走好 不然两个怎么怎么怎么 都想太多 那种想太多都不会赚到钱 更不可能赚到大笔的 你这个像是350点一笔下来 这个就很少人可以赚得到了 他不过就很少人可以赚得到了 不要不要说这个 这个9680买多 9750买多 这个我一路把9911买多 这个一路摆 这个1300点 这是扎扎实实的 这一笔450点 这也是扎扎实实落袋的 一笔450点 你不要赚到5点10点就跑光了 你怎么会赚到450点 他不过这4500点赚下来的话 你的那个账户 那个余额是会多很多钱 是不是会多很多钱 你要这样操作才可以赚到钱 而不是每次在那边搞那些很短的很小 然后自己自以为是 买书都自己真厉害 你看这个地方都赚到那边 到底是赚不到8毛钱 如果赚不到8毛钱 我这一笔就赚下来 如果我这一笔赚下来就 就过你搞不好你赚50次都还没有那么多 你搞不好你做50次都还没那么多 对不对 所以你操作就要这样 你不要 每次要不做不成买就先惊惊惊惊惊 那一定是赔钱的 那一定是赔钱 轻松应对 可是要按纪律操作 一分证据讲一分话 既有据 退有据 操作就这样 你要轻松自在 平常心 可不可以平常心来操作 才会真的赚到钱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地方杀了五段 像这个过程我就不可能去接 因为这个过程 它现在一二三四 再跌了 这个就会可能考虑去接 有没有 那它这个东西它弹上来了 它有没有反弹 反弹 它有没有反弹 有 所以这种 你要在什么地方可以去抢 或者在什么地方要顺势做 你至少那个结构你要很清晰 那这谈了 谈了 我判断它是还是要先卖一趟 所以有卖 卖了它就下来 下来 我就判断它应该就是进入一个大V波的结构 这之前跟你谈的 那那一天跑到9560 可是我不会判断说它会往下打 我不会判断它是往下打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美股的部分 它都进入整理了 好不好 那今天你看 接下来到9872 今天这一张我们等一下再谈 倒球嘛 这实际上 这个9560下去 可是我不会判断说它会继续往下打 横台整理的可能性比较高 那为什么只要跟你谈 我说你看倒球嘛 12345段 所以进入整理 NASDA12345段 进入整理 对不对 S&P12345段 进入整理 废办12345段 这都走得很标准 所以在那边震荡整理 所以台股也是一样 台股也是一样 那事实也是 有没有下去 没有 9560就最低了 9560最低了 其实这个地方我一直在找买点要买 这个地方 这些地方 9600上下 9600上下 他说 今天来9872 今天来9872 那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 通过这个结构 你看它黏黏黏 黏上去这种架构 它不回哲宜 一回 就击杀 然后击杀以后就断定方向了 击杀完停住 如果能上去 还要再过高 因为它是这样 它是黏黏黏 那如果不回 因为它会一直黏黏黏黏上去 那我判断这种架构 然后昨天说有一条上升轨道 目前都没有明显跌破 但是黏黏黏 不会这种细微的卖动 这种细微卖动 比如说老师 它这一段 那么一个横台 老师你这不判断它往下打 因为它是一个调整形态 大V-point架构里面 这个很重要 这个等下会用在哪里 用在今天的被动元件的结构身上 结果被动元件看起来很弱势 对不对 等下我们会来谈被动元件 老师那五波走完以后 怎么他又破了下去 那个结构跟这个结构是 几乎是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调整形态 它不是推动往下的 那调整形态 好你就这一个脉动 完了他推动 变成说他有机会形成一个横台 你看他在那边让 那他9872 当然这个点已经来到这一区了 次级市场区 今天有进来了 今天有进来了这一区 这一区 这最低的9863 这个地方更高 这一区他今天有来 9872是有进来这一区 随时有机会怎么样 短线建高点然后出现压回 随时有机会 当然你要从细微的卖动看 因为它黏黏黏 其实这种黏黏黏的 是蛮难操作的 它慢慢黏黏黏黏黏黏 不过我判断这种架构 看起来好像 好像还要再黏上去一个高点 好像还要再黏上去有个高点 这种架构 今天就9872 好像看起来还要再黏一个高点上去 好 这是齐全的部分 各位 我说这个部分 认同理念的 你跟上脚步来 跟上脚步来 不过一天到晚就靠运气 在那边坐来坐去 你操作 不要怕错 停损设好放手一搏 每笔单都这样做 长期你就是赢家 大赚小赔 大赚小赔 长期你就是大赢家 也不要说因为看对你比 就丢摆得怕死人不必 我说每一笔行情 都是要谦卑面对 绝对是要谦卑面对 自然而然怎么样 你就是大赢家 勇敢操作 投不过你要勇敢操作 放松心情 平常心 操作你不用想东西想西 你平常心 轻松应对 投不过这轻松应对很重要 轻松 谈笑用兵 他说谈笑用兵很重要 不要做得不像 很坚定会怕死人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 谈笑用兵 操作起货 谈笑用兵 这个很重要 这个心态你要是能够 养成的话 这个钱你赚不完 他说这个钱你赚不完 金融市场的钱你赚不完 谈笑用兵 进有据 退有据 一切按照纪律操作 好 这种架构 选择权的部分 我说这是机位财 上次那一波赚起来了 27号买了这个 50点 1万点买的 1万不是1万点 1万的买权 50点买的跑到230 这翻了4倍多 1万0100的31点买 这跑到164 翻了5倍多 这1万0200 18点买 跑到110翻了6倍多 这都是在关键时刻切入的 都是在关键时刻切入完 大概4天 3 4天 大赚 这个部分是一个机会财 我说这个选择权的部分 如果你有兴趣的认同理念的跟上脚步 你平常自己不要一天到晚乱做 那一天到晚做你早晚一定要毕业的 不是我没讲这个话很难听 绝对绝对要毕业 你一天到晚在那边搞来搞去绝对要毕业 绝对要毕业 机会来了就勇敢下注 放在口袋完以后再等 因为没有随时有那一种行情的 做选择权 你至少要规划一个小波段行情 不可能每天都有那一种行情的 那要等 那个行情是要等 而且有时候等到你未必有规划到 你不一定规划对 对不对 所以不是每次的大行情 你都一定可以掌握到未必 那规划好 掌握到 那你要赚他钱 赚完以后就不要急 赚完以后就不要急 再等下一次的机会 这是选择权的操作最高指导原则 这个部分你认同 像我们这一部分做得相当的好 你放心 你完全按照我的callion来就对了 这齐全的部分你认同理念的 跟上我们的脚步 我们看到个股的部分 我们先讲这一档个股 这档个股刚上市也没多久 头发来6558的新能高 6558新能高 老师这个图你这样哪 看得出来有什么结构 没有的话怎么办 当然基本面你就要去评估 它的营运动能怎么样 确实来看营运动能是不错 新能高的营运动能是不错 好 可是你看老师这有2467根 怎么7根K棒你要怎么分析呢 就7根 那当然要去判事 要去判事 基本面的结构 从头把它仔细看一遍 还算OK 营运动能有 是往上成长的 好这个先确立 现在的股价 没比会太高 还好可以接受 对不对 今天39块 今天收涨停41.45 今天收涨停41.45 老师你讲涨停版的 不是 我说我会带会员去买我才会讲这个股票 我一定有带会员去做动作我才会去讲到这个股票 我们是最其实是最不会投机取消的 讲的每一档股票都是我带会员去操作的个股 否则我在那边讲干嘛 无聊 对不对 那我当然 为什么会带这个股票 来去解析它 来在台面上来做讲解 对不对 6558的新能高 老师日线只有几根 这个是小时线 特别它是小时线 老师你画这什么东西 我看你看它从30块上来到42 这边有一组12345 这什么 这个我看它是一个推动 那推动怎么判断 这个结构上来 它是一个大中小 很标准 大中小 大中小 完了它回撤会比较低一点 这个附近这一区 它有没有来 35.65 来了以后它往上走 我就判断它这是一组推动有机会 它回了这个价位也回到 回到那个理论架构里面的 那个区域里面很漂亮 我常跟你讲的大中小的结构 大中小的结构是比较特殊的结构 一般是小大中 或小大小 一般的波形 大中小的是比较特殊的 大中小 大中小 好你看大中小 所以它回来比较深一点 到这附近 符合它会往上走 我判断它有机会攻 而且它是一个推动的形态 它是一个推动的形态 然后怎么样 营运动也有 所以来买进判断来买进 那事实是对啦 特殊是对的 这个你看喔 这个今天12月13号吧 12月13号这个我是8点55分啦 8点55分开牌没有 没有 我判断这个股票大概应该要来买 新能高65839附近你自行买进 39附近 这是8点55分这今天嘛 对不对好 那是9点58秒 9点0分58 39嘛 39 有见价39 所以39附近买进对不对 对啊 买完了 特殊在今天 今天买的啦 今天买的唯一档一个 这我今天买的唯一的一档股票 我每天买的股票不多 今天唯一买的一档就是这一档 新能高新能高 今天老二拉涨停 41.45 这边开盘附近39 你自己买 买买啦 41.45啊 亮灯 亮灯 亮灯亮灯就恭喜啊 对不对 恭喜新能高658亮灯 获利续报 我说我买 我买才会给你介绍 那这种架构啦 这种架构就是刚刚跟你谈的 因为它日线就真的只有那几根啊 怎么分析呢 我就把它看这个小时线 这个是有机会它是一组推动 它是一组推动 因为它大中小 拉回来刚好来这一区 又能够往上攻 你如果在这边 我当然这边会看一下 所以我今天才买啊 其实你速度快也还不错 你买39块还好 今天拉到41.45啊 对也还不错啊 对不对 今天拉到亮灯嘛 你39买今天赚了两块半左右耶 也不错 重了两块半左右也不错 有没有 好 这性能高 好 这性能高 我们在这个地方分析 今天我的LINE族群 有人说 老师你就介绍一些股票 有些 国具 老师你前两天又在介绍国具 结果又害人家买了又赔钱 没错 我前两天有买国具 今天小套啦 老师小套啦 可是因为我们怎么样 被动员建族群 这四档股票我们买得低 价位买得低 所以都还OK 你说这个国具 你说2492的华星科 都在我们成本价附近 没有很远啊 昨天就已经拉上去 今天再压回 那我们前天买的价位不高 所以他昨天上去 我们当时全部都赚钱 今天又压回来 等于是没错还小赔 可是都还可以接受 都还可以接受 对不对 那你说老师 你介绍的那个结果 好你们买了一 赔了一屁股 讲了什么话呢 讲了什么话呢 那老师 那我说你上营 那我 那我10月26号 请你们买上营 那不是大赚 你也不会谢谢我啊 我买183这个上营 10月30号 10月30号买了 6488的环球金 这边是2.5啊 一直跟你讲 环球金这样会往上大涨 这涨了 涨了快一倍啊 也没有人会谢谢我啊 5483中美金 10月26号开始跟你讲 我们都命中最低点 10月26号 我那天讲的那四档股票 还有6182合金 那这个你也不会谢谢我啊 26块买了这个合金 你也不会谢谢我 你看电视跟单 你不是我会员 我没有责任去照顾你 如果你是我会员 我一定要负责 代进代出 评估这股票还可不可以留 不能留留不留 对不对 而不是你今天看了节目 然后听了 那你赚钱了 你会不会谢谢我呢 不会 那你要跟单 你要自己要负责任 要自己负责任 等下我们来谈到国具的部分 我们来谈到国具的部分 来 那加1-1 6153加1-1 那一天要回来吴小波 我判断是有机会的 6153加1-1 好像说我们会去买他 买他你 我说我们买的股票 那个买的那个点位 都不是用追高的 所以那个成本都很低 成本都很低 你要敢在很低的时候 你要敢买 那你要敢买 你就是你要有评估啊 你要有所依据嘛 就有说的 竟要有据 有什么据 就这个据啊 他拉了五段下来了嘛 对不对 你要有这个依据 你才敢去买 买在相对低 而不是转强去追啊 你说国具呢 有没有人跟你介绍 买在这个地方涨停 一定有啊 410啊 涨停的时候跟你说 这个是买点啊 要赶快用力买啊 结果呢 那不是更惨 那不是更惨 反而我们那个地方 卖掉一次耶 我买295的这个地方 那我这一个买点298 跟你介绍 那你有没有谢谢我 出掉以后 这个买点295 跟你介绍 你有没有谢谢我 没有嘛 上来我有卖掉 也有跟你公开预告 那你有没有谢谢我 没有嘛 那这里我再接 才套不到10块钱 才套不到10块钱 我说我们买的低 我们买的低 所以你看 他今天又拉回来 就算最低308 都还好 收盘还是314.5 都还OK啊 都还OK啊 对不对 好 那加零一 你有买的低啊 他问你要买的低 不要去用追高的 只会涨到30 涨48 今天也还好 要再创一点点高 创一点点高 当然这个从底部要上来的 我说相对位阶 目前我来看 6153加零一 是相对位阶最低的 其他都涨到上来了嘛 他只有还在那个 从底部正要涨上来 那个位阶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的话 可是它是比较有机会 有一个波段行情的 的个股 其实现阶段 这种个股是不多的 是不多的 6153加零一 台北好科 我说我这一样 做了超过10次了 做超过10次了 这边出现一个中继 这边我说过程 我买了要超过10次了 昨天又再买 昨天又再买 因为昨天我又拿出来讲 昨天又买 今天又大涨 38.5 6178台北好科 我说那个中继形态 它应该它是一个中继形态 没有问题 高点应该还是要过 高点还是要过 今天管理又大涨 6178台北好科 6178台北好 油田 我说这是第五段推出去 有没有油田 油田的话 基本面这个结构很强 那天买完就拉涨停 涨停以后 昨天又创高压回 今天又再压回 不管它又拉上来 78块 也都还不错 345油田 3455的油田 结构都还漂亮 还算漂亮 来来来 国具来快 整个国具10月30号 我是买一次298 好买298 买298对不对 好然后上去381 这个地方我买 卖了以后13号我就买一次 13号这个我买了295 295我说这个是VPRO 它会过高381 有没有过 过了跑到415 我是没有卖 我卖384 卖完以后落袋 这一天我就下来又买 那现在又把它五段 它今天的国具 它后来就上到344 今天又拉到308 我们讲国具就好了 其他的四党就不用讲 我说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跟刚刚 我跟你分析的大盘 它是一个调整形态 它现在五段下来 应该台湾区 它有没有台湾区 台湾区又下来 那跟那个棋子是不是很像 很像9560这里 这个地方 它这个地方如果没有 这边止住 它是很有机会再黏上来 这是我目前的判断 当然这个要追踪 投资这个要追踪 金融班的战法 这个年度的技术班 有兴趣的赶快预约 形态位阶精准定位 波乎木架架多把人计算 还有实物操作的演算练习 我们先休息一下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眼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争网 波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今年多年波浪理论 球创进化波浪 更省波浪 宛如阿基米格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要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金车线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后面弄在家啦 举起身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电02 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钱人不做骑货 骑货是最佳避险工具 运达投顾02 27810909 27810909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航安全技术人员 定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战部消防署关心您 嗨 大家好 我是汪子曼 行驶高速公路 应保持安全距离 在国道上 小行车请将速度除以2 大行车请将速度减20 进入雪山隧道时 以前车保持两个细行线 或是以前车保持两个消防栓的距离 这是大约50公尺的距离 大行车则需以前方车辆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离 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 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 回到节目下 我说只有出色的伙伴 才能看见远大的宏图 才能助你看见远大 那你可以自己看见 你要怎么去看见大盘指数 还有个股它远大的宏图 我说那个精准定位 你把它学起来 如果精准定位把它学起来 你就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去 好 这个年度的技术班 欢迎电话预约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订阅运空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天气时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波浪有绝效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今年多年波浪理论 球创进化波浪更顺波浪 宛如阿基米国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要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经历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资 后康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投资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资APP 货店02-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钱人不做期货 期货是最佳避嫌工具 运达投资02-2781-0909 2781-0909 我来自大陆 我喜欢分享的学院 我从印度尼西亚 如果有时间长时间 我愿意介绍台湾 我会有关于我们的货政 我们在个国家里找到 我们在国家里找到 我们从来帕传台湾 谢谢大家 我愿意支援 我们是对于一个人 我们在日本 现在是在国家里 我愿意工作 我愿意做到 我愿意做 我愿意做到 让我们在买人 因为大量 在台湾 与是不是 私立刻 我 Diam Yeah 谢谢大家